Hello 大家好 今天普吉岛下雨了 今天是我们语记的第一场雨 今天我们来去讲解一下Kiss House Daily Lessons 460 今天是2022年的3月19号星期六 今天加个小班 因为这就没有发太多Daily Lessons 是吧 太忙了 所以我们今天来去补一节Daily Lessons 我们来去讲解一下一个7天免费课的同学 怎么样用一个月的时间写作考到了6到7分 他跟我们做了比较细致的一个分享 然后这个信息呢 是我在2月11号的时候 他在B站给我去留言的 然后他跟我说 老师呢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然后通过上这个课程的话 写作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考到6到7分 然后就想主动给我们去分享一下他的考试经验 然后就非常非常感谢这个同学 我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小姐姐 还是一个小妹妹 还是一个小弟弟 还是一个小哥哥 但是很感谢他 然后首先我们先来去看一下整体的复习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来去看一下他7天免费课 怎么样去帮他一个月的时间写作考到6到7分 同时他还去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其他3分是怎么样去提高的 我们没讲到一点的时候的话呢 我就会帮你去引到他看的那一节课 这样你就会知道 哦 原来是这一节课我漏了没看 然后你就回去认真地去看一下那节课 如果7天免费课程或者其他的daddy lesson 也帮助你雅思成绩有了一个提高的话 欢迎大家可以去给我们在这个视频下面去留言 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这样的话就会有更多的同学的话 可以用这种比较也不是廉价吧 就是用可以省钱 然后考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家 好 我们最终还是希望可以去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community 大家都可以互相帮助 然后这样让大家都以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式 最快的时间考到自己的理想的分数 看一下他整体复习的过程是什么样子 他说 我直接跟你去读一下他这个吧 然后我们重点说一下啊 说 老师我是你的粉丝 我去年8月份开始准备雅思的 自己学了两个月左右 自己学了两个月左右 到10月份准备考试 但是北京一行取消了 不知道怎么复习 然后后来开始就各种雅思教育机构 然后他不是那种很挑剔的人 听课还挑老师风格那种 他是那种特别挑剔的人 听课还喜欢听老师风格 确实好多学生都是这样 以前我也是这样 最后看了您几个视频 觉得这老师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反正就是能听进去 慢慢研究到了七天免费课 这个时候他找到七天免费课 应该就是10月份左右的时候 他找到七天免费课 于是按照课程里的步骤一点一点学 这个学生是10月份的那个版本 七天免费课已经是最终版了 他就开始一点学 很幸运 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更新七天免费课 然后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 那次致命意外那次分享课 我也不知道那次致命意外 是哪次分享课 然后慢慢发现 这是一个真正想帮助学生的老师 你们知道那个致命意外 那个分享课是什么 后来在B站上等了 等到了您的视频 后来我们从10月底的时候 我们就大量把YouTube的视频 都发到B站了嘛 也是一个个看了很多 最后12月18号的时候雅思首考 也就是应该是他10月到12月份的时候 通过七天免费课具体的系统的学了一下 两个月的时间 然后发挥还行考了6分 然后又报了1月22号这场考试 第一次考完又报1月22号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初分考了总分的6.5分 其中写作是7分超级超级兴奋 总是一言难尽 然后这是在整体一个复习的一个情况 所以大概写作就是一个月的时间 靠掉了一个6到7分的一个成绩 然后呢他同时也跟我们去分享一下 我是问的时候 你其他几门是怎么学的 他同时也跟我们去分享一下 其他几门的一个具体的 是怎么样复习的 首先我们先来看写作 我把这个图片给你们放大 这个学生还做了一个 像思维导图一样的东西 是不是我们学生都会做思维导图 以前还有一个学生是把那个 逻辑链什么的给我们做了一个思维导图 特别好 好 我把这个放大 我们看一下 写作想着 想着重分享一下 首先 人家听啊 首先 写作确实如老师所说 是其他三项的基础 能够为其他三项服务 因为在写作过程中 用到长男剧 逻辑链和同一次替换 表达同一个idea 这样就分别服务了 阅读口语和听力 我在这边简单说一下 写作是要求你去掌握 我们之前讲几个 那个九个高分的语法结构的 那个语法结构 就是他所说的这个长男剧 实际上可以去帮助你的阅读 去读长男剧 我们之前有一个daily lesson 是讲阅读 如果你搞定快速阅读的话 基本上所有题的话 你都可以去答对了 认真去看一下那节课 为什么背单词 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 然后的话呢 关于写作怎么样 去服务听力这件事 就是你们会在去听的时候 会有一个有些同学在听写的时候 会有这些情况 就是他发现他听得懂这一个句子 他听下来这个句子里面的每一个单词了 但是反应不过来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 因为你的长男剧不行 你的语法不好 所以就是写作怎么样去服务于听力的 那口语的话呢 如果你可以去写出来复杂句 你就可以去说出来复杂句了 逻辑链是直接可以去用在口语的part3的部分的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点啊 然后呢 嗯 然后我们再去说 然后写作 我把几乎所有精力都放在了万能结构和逻辑链上 它所谓的这个万能结构 是你们吃天免费课的这个部分 这里啊 万能结构是吃天免费课的day3技能一 五类结构和断翼模板 还有这个两类段落模板 它可能更加注重的是day3的这个 确实是怎样 技能一是一切的基础 如果技能一错的话 你背了再多逻辑链都没有用了 就好多学生想买那个50个逻辑链 为什么我说我没有办法卖你啊 因为你没有必要浪费这个钱 这个免费的东西你吃透的话 如果你不想花钱去买那个自学的视频课的话 那免费东西你吃透的话 实际学多花一段时间的话也可以考过 然后他说的话 吃透他俩基本就够用了 我俩作文一共不到50分钟写完了 包含上厕所和检查 我这学习聪称会 就而且那么快 在练习过程中 遇到最难的是关键词现象 确实这样 因为我们的一对一保分课上面 会教给大家这个关键词的现象 是什么自学视频课里边也有这个现象 但我免费课里边就是没有 但是他说他说就是框架有了 但是想不到怎么填充内容 然后你们看一下这个技巧 我觉得还挺重要的 他说老师分享资料包里有范文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 在微信公众号后台 回复资料包你可以去下载很多范文的同学们 有14天范文 他是从范文里面去提炼一些关键词现象 这个学人多聪慧啊 提炼了多了 自己就能想到一些关键词现象了 我们来简单说一下 他说这个关键词现象的知识点吧 那我们之前呢发了这么一节 daddy lesson在YouTube上面 B键上面也有讲的是呢 作文没有观点的时候 五十组逻辑链怎么样可以去帮助你去回答所有题 然后这节课我们具体讲解一下怎么样是把逻辑链用在任何题的 第一个就是呢你需要去熟练的掌握 他刚才说那个万能结构就是技能一和技能二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需要去根据技能一和技能二去挑选合适的这个逻辑模板 那如果这个题是利弊分析的时候 你第一句话看我红色的部分啊 你第一句话写的是一个核心词现象 比如说你再去解释某一个段落里面 一件事情有好处的时候 你先写了一个核心词现象 然后由核心词现象连接到你的逻辑链 也就是说是两个步骤 第一步核心词现象 第二步才是逻辑链 所以如果你在去写文章的时候 你不知道核心词现象 你直接把逻辑链给抄上的话 那就会写跑题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去认真学习那些范文 很重要 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 回复资料报就可以下载 他说的那些范文了 然后我们把微信公众号的 亚斯林就中文的亚斯林 你们直接去搜索一下就可以了啊 好 然后我们再继续看 因为解决了这个关键词现象之后的话呢 它就会有这些啊 这样就会具备了 逻辑框架和填充关键词的能力了 在练习过程中 我们主要看它怎么练习啊 关键还是要有逻辑 从而让整个作文有画面感 这个画面感很重要 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 中国同学在去写作文的时候 就是不够具体 我们特别写那些高大上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东西 可以去促进社会和谐 这些 但是有画面感 就是这个东西可以使得 一件事情发生之后的话 可以使得社会上面不同国家 不同的国家 去努力为了一个目标 而去合作 这样不就是和谐的意思吗 但是的话 你解释就会更具体 会有一个画面感 他说他认为作文的高级 不一定是词汇 这个很重要 我们之前讲解过很多次啊 我可以给你link到一个daily lesson 在这边 就是雅思写作 实际上词汇并不是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逻辑 所以他说作文的高级 不一定是词汇 而是用简单的词汇 写出逻辑 最缜密的句子才是高级 就有人就理解的非常通透啊 所以如果很多学生的经验分享 都跟你说词汇不重要的话 你就没有必要花那么长时间去被词汇了 这样才有最高分的可能 小作文是同理的 最后是口语的part 3 这就是我之前跟你说吧 口语的part 3 是直接借鉴大作人里面的一个逻辑链的 part 3 其实有一些逻辑在大作人中 是可以体现出来的 但是我感觉一直没有发挥出来 可能还是需要去练习 我们下周的我们下周的时候会给大家具体讲解一下 part 3是怎么样去套用这个逻辑链的 我们之前也录过一些免费课 是讲解part 3实际上有一个整体的逻辑图的 如果你想了解这个部分的同学的话呢 视频右上角让编辑姐姐帮助你们去放了一个链接在这边 所以这个就是他整体的一个协作的一个提高的过程 我们简单来去说一下 首先他知道重点就是单词不重要 重点就是用逻辑解释你自己的观点 然后就是在练习的过程之中的话 如果你想通过免费课的形式去考过的话呢 你可以去下载我们资料包里面有14篇范文 然后同时的话呢 重点是在7天免费课程里面的那个12组逻辑链 以及万能的结构上面 当然我们付费课是给你所有这些逻辑链 还有他所说的那些结构的话 是全套结构 还有140个题目的练习的 如果你比较 你就想用更少的时间考过的同学的话呢 可以去考虑在视频下面有链接 可以去看一下付费课程的介绍 然后我们下面来去看一下其他起门的复习吧 我们看一下 听力听力他说的分数不高 但是他觉得跟读和听习还是挺重要的 听力我们之前也录过一个免费课程 给大家去讲解听力需要是什么技能 怎么样去做听习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然后我们看一下口语吧 口语他分享也是比较具体的 他说口语 我结合了七天免费课和B站上的内容 将方法总结适合自己的 因为七天免费课的口语 只教你的怎么样去想到万能的原因和万能的故事 B站我们现在有一个系列是把 这一个季度所有的part2的题目 教你每一个题都套用在一个万能故事上面 这样你可以知道part2的一个思路 套用的时候的思路是什么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你们回去去看一件内节课 首先part1是最简单的 但是也是最重要 因为在练习过程中会自动练习语法 发音和流利度 现在知道吧 part1很重要 所以part1类似于基本功德练习 对 所以我们很多学生的话 在part1会停留两到三周的时间 然而我认为练习时需要和自己实际生活 联系起来再去套话题 这样套话题的过程中会积累出话题卡片 老师视频中提到过 不多说 最后就是反复练习 确实是这样的 去看一下那个四个万能原因的那节课 part2 我认为是需要背的 但是还可以达到lysis more 就你需要背你那个万能故事嘛 part2需要想一个万能小故事 最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 因为这样比较好记 我的故事包含 念了我从上大学到毕业工作 再到辞职复习的心路历程 总之我认为要具体一点 然后寻寻渐进 这个地方我们之前具体分享过 最后发现这个小故事确实万能 我没有骗你 确实是万能的 只要稍作改动 就可以应付part2了 当然part2也有很多没办法套的题 但是练习完上述内容后发现已经会写 就是这个意思 很多学生都说 老师part2还有十多个题 你套不上 你直接用part1的四个万能原因就可以了 这样part2就分为两个部分了 就是这样 一个是你part1 是可以套用万能故事的大概三十多个题 一个是没有办法去套用的 单独去练习 part3就是他所说的那些了 part3你需要确实是和作文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你看 如果你作文已经考到七分的学生的话 你会更容易的 在口语考到一个八分 或者说你作文已经考七的话 可以考七分的话就会比较快一点了 这个就是他整体的一个复习 然后具体的一些课程的话呢 我们就会 如果你是看YouTube的同学的话 所有相关的链接都是在我提到的时候 跟你链接到视频上了 那所有我们看B站的同学的话 视频下面也会有链接的 然后呢 我们之前还会有一些更具体的 比如说如果你想看A类更高分的 8777 8778的一些分享的话 G类的一些8777相关的一些分享的话呢 我们把两个playlist给你们放在这个视频上面呢 你们可以去点击去收看一下 然后记得去注册一下我们的七天免费课 注册方法就是到kissilts.com kissilts.com就可以去注册了 然后我们下周的课程见了 好 最后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你觉得这个课对你很有帮助的话呢 记得帮助我们去一键三连一下 关注一下我们的YouTube频道 这样有更多的同学就可以去发现我们的免费课了 我们下周的课程中